大家好 转眼已到十月了 今天分享一下我的菜园里有哪些菜 这是生菜 铜蚝和水萝卜 送点青菜 补充维生素 这是红萝卜 九月中旬种的 直接种在地里的 苗出的不齐 没出苗的又补种了 现在也开始出苗了 这个品种是大的红萝卜 成熟的快 十二月初就能收 这是小米辣 之前收了一波辣椒 也拍了视频 还有关于采收后 怎么修剪和养护的视频 我会放在信息栏里 有兴趣可以观看 我做了辣椒酱 还塞成了干辣椒 现在又长满树了 只要营养够 它会持续结果 还是多年生的 特别省心 家里送一颗 不用买辣椒了 用起来也方便 这是秋白菜 九月初种的 一天一个样 长得特别快 前两天 我还分享了秋白菜建苗 做了青菜豆腐汤 这是两颗 也需要拔掉一颗 这是胡萝卜 和白菜一起种的 胡萝卜不好出苗 加上今年天气热 也没出几颗 我又补种了 还没出苗呢 今年第一次种胡萝卜 胡萝卜籽特别小 不好出苗 我这里的气温 现在种也有些早 第一次种当做实验了 这是白萝卜 也是九月初种的 今年种的有些早 白萝卜怕高温 今年到现在 还有三十多度的天气 如果抽苗了 我再撒籽重新种 这是莴笋 也种早了 嫩叶可以当油卖菜吃 现在有点想抽苗 可以慢慢吃了 虽然有些细 发现了没 我是急性子 秋菜都种得早 其实主要是 我想在雨季来之前 我的小苗都长大了 雨季来了 鼻涕丛也开始出没了 它专吃嫩叶 冬天都是叶菜 长大了会好很多 没办法 还是得按气候种植 今年夏天的气温 也比往年都高 我这也是反面教材了 这是姜豆 还在结豆呢 昨天我又腌了 十几根姜豆泡菜 留子了四根 等外皮完全干了 就可以收了 现在虽然外皮干了 还是软的 有水分 非常建议种姜豆 非常高产 我就种了六颗 除了吃 我还腌了不少泡菜 这是刚撒的油菜 两三天就出苗了 再长大一点 就可以见苗吃 自己家种青菜 只要一点点的地方就行 多了也吃不了 这是我家的葱 搁着吃的 家里种些 啥时候吃 啥时候有 特别方便 这是葱子 种出来的小葱 长得挺快的 这是移植了 一个月的韭菜 非常好养 一个月就可以割一次 这是紫洋葱 刚撒的籽 还没出苗 今年收的洋葱 还没吃完 非常好保存 这是我扦插的牛排番茄 我8月14号的视频 是扦插了三颗 到现在一个半月了 活了这两颗 我的豌豆 看见没 让虫子吃了 最大可能是鼻涕虫吃的 现在改成早上浇水了 晚上浇水太湿润了 鼻涕虫是晚上活动 怕光 喜欢潮湿 喜欢吃嫩液 我又不种上了 现在也出苗了 这个被吃的更多 新种的也出苗了 每种生物都有天敌 这就是自然法则吧 西葫芦 从今年6月17号 在第一个西葫芦的视频 到现在三个半月了 还在接瓜呢 种三颗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 小番茄非常高产 还在接瓜 牛排番茄 长得有点小了 这是用草莓籽 育出来的草莓苗 看起来还不错吧 以上就是我的十月菜园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下说 加纺 四颗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